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武士这边当务之急是解决小精灵 不过百倍攻击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还是非常巨大的 看看李屋河开出了什么 开出了一名骑士 骑士虽然寡不敌重 但是也是做出了贡献 刚刚武士巨人的一刀带走了很多小武士 下方的小骷髅也在不停的变换武器 这个小骷髅好勇猛啊 拉了一个狼头就冲了上了 后面的骷髅好歹还顶个蹲呢 哎 再次变换 巨扇配炸药 哎呦 他是想同归于尽啊 但是没有做到 第二个骷髅还不错 干掉了一名武士 干掉了两名 大人时代变 武士军团继续推进 炎花弓手 蓄势待发 居然武士身中数剑 此刻他挑起了空中芭蕾 好了别陶醉了 又是一轮炎花弓箭 居然武士再次翩翩起舞 他好像很喜欢这个状态 什么 最后竟然是蓝方获胜了 让我们进入第二场战斗 这一次蓝方派出的是冰霜巨人带领一对骑士来挑战 红方还是原班人马迎战 首轮攻击过后蓝方的损失不是很大 但是小精灵已经投出了礼盒 不知道这一次会开出什么幺蛾子 哇 开出了一辆坦克 烟花此刻也在爆炸 坦克开火了 一名骑士被炸飞了出去 骑士们开始围攻坦克 坦克很快就产生了爆炸 下方的小骷髅已经被干掉了一名 还有一名在凭死奋战 最终他还是栗战而亡了 烟花弓手依旧是埋伏在了老地方 头毛手也是在后方打支援 一名骑士突袭烟花弓手 头毛手眼急手快投出了长矛 这时冰霜居然已经杀到了眼前 他使用了寒冰突袭 两名神兵瞬间就被冻成了冰雕 这次由气球弓手和神枪手搭配 神枪手的百倍攻击杀伤力太过巨大 对方一半的兵力都被干掉了 气球弓手也是跟着补了一刀 刘河这一次开出的是刀子手 小精灵这一次也是够拼的 他直接把箱子套在了自己身上 你这是怕箱子被抢走吗 貌似冰霜居然已经掉出了平台 那么这场战斗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这名武器骷髅估计是玩的太嗨了 把自己都搞下去了 这家伙手上是掏了多少武器啊 他还在不停的更换武器等待敌人的到来 一手拿着乌鸦 一手拿着木棒 木棒上还粘着很多石块 小骷髅他突然掏出了雷神之锤 神气啊 对方被打得一脸蒙圈啊 现在就剩下两名骑士了 不出意外的话 红方已经锁定了胜局啊 瞄准射击 战斗结束 OK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